澳洲当地时间5号下午 位于维多利亚省墨尔本市的白金汉服务公寓 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天 该公寓先是传出一声爆炸巨响 根据目击者形容 当时整栋建筑物为之震动 可见该爆炸的威力之大 当时枪手挟持了一名女人制 当地警方接获图报后 随即派出直升机和大量全副武装的警察人员 到案发现场疏散当地居民和封锁有关地区 准备与枪手对峙 就是之前6pm 当时警方的警方的警方 在警方的警方的警方 一位男人出现了一位警方的警方 开始判断警方 警方的警方被判断警方 而这位警方的警方被判断警方 被判断警方的警方 枪手被击毙后 警方成功救出女人制 该人制也毫发无损 不过在这起枪战中 其中三名警员受了伤 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警方也在公寓的前厅 发现一名死于枪击的男子 根据澳洲媒体指出 女人制被挟持时 曾经致电给当地电视台 指自己是布莱顿的人制 枪手也在电话中声称 这是为了伊斯兰国组织 不过当地警方还在确认 这起袭击事件 是否和军方活动或恐怖主义有关 NTV7综合报道